今天主要点小编和大家看看即将沦为美国戏指 还厚硬一球西方军援的乌克兰第一夫人 美国参议院在12月6日投票中 包括了一行总值1100亿美元 对以色列和乌克兰的军援法案 援助乌克兰的金额高达610亿美元 可以看出霸权同时支持两线作战已经疲态进现 乌克兰这只洗脚不抹脚的棋子 随时变成美国伯伯的刺子 美国可能不再支持乌克兰 但总统扎连斯基的夫人叶莲娜·扎连斯卡拉 立即借BBC把口恰求西方 他说如果西方国家不再提供财政援助 乌克兰人将处于被遗弃等死的致命危险 扎连斯卡拉还说 见到热情援助的意愿可能消退 感到非常难过和痛心 他还认真悔悔地说 如果世界厌倦他们就会让我们去死 他们究竟是指西方政客还是俄罗斯 也有可能是两个一起闹 小编认为 扎连斯基两公婆不会太厉害俄罗斯 因为做战时总统很有可能避开缓届选举 不单只可以自动当选连任 还有机会继续脱水 烏克兰贪腐严重 全世界都响了 美国媒体多次报道 拜登政府对烏克兰的贪腐问题 真是头都大了 担心会削弱其他西方领导人对烏克兰的信心 甚至会触发西方停止提供援助 烏克兰的领导层当西方是水鱼起洗感 但水鱼被人感到多都会反抗 这次军援被削的原因之一 也不排除是水鱼的觉醒 烏克兰士兵亦多次被发现 将美国的军援物资倒卖到宁国赚外快 连底层的普通士兵都是这样 站在烏克兰权力顶层的扎连斯基夫妇 究竟拌了多少游水 绝对是世界的未解之迷 但小编翻查网上资料发现 对于扎连斯基一家的财富股算 从2000万美元到10亿美元都有 虽然落差很大 但对于流离失所的乌克人来说 绝对是天文数字 难怪有网友质疑的扎连斯卡拿 穿着整身名牌对镜头去黑钱 你假不假些 还有人反问他 为什么将自己国家的身世 压在最具侵略精神的美帝国主义身上 问心那句 还是担心乌克兰民众被遗弃 还是担心自己被遗弃 问得好 其实自从扎连斯基决定做美国借棋的第一天 就已经预算了随时变弃子 可能只想不到这一天这么快就来了 小编觉得西方如果真的暂停军门 是一件好事 至少为俄乌谈判创造了条件 不过有些人肯定不开心 因为 不能继续吃人血馒头 好嘛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赞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HKG部频道 按下这个小小铃铛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了 谢谢大家 不下单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